大家好 我是竹林國小五年級 吃子函 我覺得這一次有收穫滿滿 第一天我們學到了頭 身尾三個步驟 然後讓我們去溝通表達 我覺得這個可以運用在作文上 或者講話說話課的時候也可以用得到 第二天我們有玩情境散 然後早上有教我們眼口手足 怎麼正確地去表達 第三天有讓我們去在黑暗中 去體驗盲人的感覺 然後也有玩小遊戲 我覺得這次 然後第四天的話 我們有來到TPBS的現場 讓我們去看到真實的主播 然後他們去看到 他們實際上他們的 那個 表達是要去怎麼說的 我覺得這幾天都有收穫滿滿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這樣當然 不是 我如果是做了